Hello大家好我是惠子 之前呢有好多视频你们想看我出吗 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看我的翻包视频 就是说平常看我书包里有什么 所以呢今天我就打算录一下这个视频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想看我书包里有什么吧 其实也没什么可看的吧 但是就翻一下 之前有一期视频是我出去玩 然后我翻了我出去玩平常会带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平常上学的书包 所以这一期就是我的翻书包视频 然后你们看我额头上长了一个痘 是不是很喜感 就我还动态里面发了个图 感觉可以靠死杨超越的那个紧离图 就这样 然后呢这就是我的包 这是一个纯黑的很普通的小布包 这个包还是我去年的住家送给我的 因为就上学嘛在美国上学特别随便 随随随便便便就会把包放在地上 所以就很容易弄脏 所以呢还是要一个比较耐脏 反正黑色嘛就怎么都弄不脏 就无所谓 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口 看看里面有什么 首先一瓶防晒 我出门必须要涂防晒 就是尽管在室内一定要抹防晒 每天都要抹防晒 这个是之前学到的 我觉得抹防晒确实好像应该挺有用的吧 而且尤其是这种防水 叫什么防水的防晒 每天还要用卸妆卸掉才行 要不然可能会堵塞毛孔 这个是我的学生ID卡 才不给你们看的太丑 然后是从国内带的湿纸巾 我妈从小跟我说 女生出门一定要带纸 还有湿纸巾 就是以防万一啊什么的 然后护手霜 这个因为我手特别容易干 因为我手特别糙 所以呢一定要带护手霜 唇膏 我嘴也是特别容易干的那种 从小就是全身上带都干 这哪来的一堆废纸啊 可能是买东西的收据 我把它扔掉 然后 这小小的小零钱包 里面有些钱 然后 还有 还有我的耳机 因为实在没别的地方放耳机 就有点麻烦 然后还有一堆零钱 就是平常坐公交车 他们都是用现金比较多 在我这边新的系这边 所以呢 有种小零钱包还是 就坐公交车还是挺方便的 那么这个小口袋里面 就是这么多了 那么开开真正的大口袋 没什么书 首先就是这个大夹子 英文里面叫binder 然后在美国上学我比较喜欢用binder 因为就是 它不是每一颗它会有固定要收本 如果有一颗是固定 它要收那个笔记本的话 我会专门有个笔记本 那如果它不是的话 这个是我的课程表 然后呢 里面就是可以分很多颗 每一颗一个区域 就很方便 所以平常上学就不用带一大堆本啊 什么的 就只带这么一个binder 所有课几乎都在里面了 然后呢也可以记笔记啊 也可以写作业什么的 我还有一颗在里面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夹子里头 是我的物理 我们物理老师是个奇葩 他都是发这种 他自己写的这种笔记 就是人类很难看懂的这种东西 还是个就很搞笑 不过还好 我还能看得懂 就是字体辨别能力要强一点 然后他还有一个专门的笔记本 我之前的作业本是没有放在这个夹子里的 但是呢 这个纸的作业本是还太脆弱了 结果他就就这么掉了 太心痛了 我就只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把它好好保存 对就很脆弱 然后这个本身的历经波折 他这里还泡过水 就我之前包里会放水瓶 然后我们那个水瓶没拧紧 就漏了 然后这个本是最先遭殃的 然后呢 大体的书啊什么就没了 就是还有一些在美国学校一般都会有locker 就是存东西的柜子 所以还有一些是在我柜子里 不过就是没有太多 嗯 我的科学计算器 不对 这不是科学计算器 就是那个画图计算器 就是那个TI 美国Texas 什么东西 反正那个科学计算器 不是科学计算器 图像计算器 就是画图啊什么的 方程啊 不是要画图什么的吗 就比较好 呃 ICT考试啊什么的 也能用 然后 看喷雾防晒 就是来不及涂的时候 因为涂防晒有个期限嘛 呃 你涂完一个小时内才会作效 如果你来不及的时候 在而且在室外什么样补防晒的话 一定要喷 我记得之前就是 当时看那个 古丽那渣有一个视频 一直喷防晒 我就被 就怎么样 怎么说呢 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我就 下决心以后 也要像他一样 因为我被他的白震撼到了 然后 哦 我的墨镜 新买的墨镜 前段时间新买的 之前的墨镜你们都见过 我就新买了一个 因为老被人吐槽说 那个墨镜不适合我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反正就晒的时候一定要保护眼睛 紫外线不能伤害到眼睛 因为眼睛的皮肤是最脆弱的 如果老受到紫外线伤害的话 容易会长 皱纹啊眼角纹啊 然后黑眼圈容易 暗沉啊之类的 哎呀 这个还挺 还挺喜欢的 然后嘞 最后一个了吧 没东西了 就是我的笔蛋 这是个透明的 因为就是很多时候考试嘛 呃 老师 我反正我之前在国内国际学校是这样 他必须要不就透明笔蛋 要不然就没有笔蛋 你要是有笔蛋 有可能你会藏小钞啊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是一个透明的笔蛋 比较 比较方便 然后以前受不了这么小的笔蛋 我以前要用很大的笔蛋装很多东西 现在慢慢就习惯了 现在慢慢就习惯了 我们的就是这种 马克笔啊 脱改袋 其实在美国没有人用脱改袋 但是我有的时候实在忍受不了 就是滑特别多 实在忍受不了 尺子 橡皮 都是历经挫折的这些东西 铅笔啊 然后 呃 油笔啊 自动铅笔啊 然后 自动铅笔的铅啊 差不多就这么多东西了吧 我前两天以为我的自动铅笔坏了 然后我就去美国文具店买了一个0.7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没看到0.5的 就大部分好像美国人都是用0.7的 据说 这种东西还是在国内买便宜 就是你们如果要来美国的话 上学的话 尽量还是在国内多买点文具吧 然后 就 我的包里就这么多了 平常的话还会带上我的水瓶 水瓶 因为学校会有那种 美国会有那种water fountain 就是可以接水 然后 我就会在住家接满水 然后喝完了以后再去他那里接 就一直能保证有水喝 每天一定要多喝水 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皮肤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 翻包视频 简洁明了 谢谢大家观看这期视频 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三连哦